現在呢再來看一下這個新版的協作平台第二頁增加之後 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你的選單怎麼安排 那在這個之前我們先稍微看一下這裡 這裡你有看到我用紅色旗子的有沒有 紅色旗子的 這個就是新舊版本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目前新版本他就是沒有辦法制定太多的這個範本跟風格 所以剛剛很多同學在問這個問題 舊版本確實在這方面是比較方便 可是相對就是因為他方便 所以他就很難適應RWD 所以在方便跟不方便之間 在跟規範之間他就變成要一個取捨 那再來就是他本身沒有所謂的修訂紀錄的功能 新版本 他可以協同但是沒有修訂紀錄 沒有修訂紀錄 再來就是他的層次只能一層 就是一個紙目錄而已然後不能再往下一層 還有一個 目前不可以制定 舊版本可以 比如說你自己買一個網域名稱 我可以指到那個位置去 但是新版本就不行 目前 目前還不行 這個是 他稍微不大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進到這邊來看一下 好 你進到這邊假設是我的第一頁 那麼你在這裡 你可以繼續 新增加 這個什麼 這頁面這裡 到這邊 有沒有增加一頁 預設這頁就是首頁 預設這頁就是首頁 你把它按一下 好 這個是比如說 假設社會企業的管理 好進來 有沒有這樣進來又是好憨一條 這樣了解的 都一樣的 所以你在這邊 檔頭的你要怎麼改變 你就看 你的檔案是不是都一樣的 好 那 好了之後一樣 我內容先回到這邊 我來這邊找一個 YouTube剛剛用過的 雲端硬碟檔 檔案這裡 好 如果你要資料夾的 你就插入整個資料夾 如果你要資料夾的 那如果不要的 像我這邊 我可能就暫時 我看一下 錄影影片 好 好啦 隨便挑一個 有進來了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頁面 是不是 等於有兩頁了 對不對 有兩頁了 所以你可以先預覽一下 你看一下這邊 事實上在上面這裡有 剛剛在上面 有沒有發現 選單在這裡跑出來了 對不對 你有多個的話 你就 你會發現你的選單就在這裡 好就在這裡 所以你點過來 這樣就可以回到你的首頁 這樣沒錯吧 好這個 所以選單像這樣 那如果你有第二層 怎麼辦 不會太難 你只要拉一拉就好了 你看一下喔 這裡 往內拉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沒有多出一點 因為現在比較慢 有沒有 多出一點 往內拉 他就變成什麼 他就變成什麼 這樣有收到了嗎 有簡單吧 就拿進去就好了 所以你的頁面內容 萬一錯了 就再把它往外拉 就這麼簡單 好就這麼簡單 所以 這個 真的不難 那麼 如果你 剛剛這一頁 不要當作首頁 而是這一頁 你就在這個點點的地方 有沒有可以調整 對不對 可以調整 甚至當然 你如果有 某些頁面 因為其實我們不管新舊版本 都有這種可能 某些頁面只是我的網頁 可是他不要當選單 有沒有一個叫 從導覽列中隱藏 這樣清楚了 甚至這一頁不要了 你就把它從網站上移除 就好了 所以其實 沒有 真的沒有很難 這樣就顛倒過來了 所以新版的 我可以在這邊就結束掉了嗎 有沒有超級容易 所以你可以玩玩看 像這樣子 其實要 做編輯就還蠻容易的 好